各位好 歡迎收看中視新聞 我是王一仲 新聞一開始 我們馬上來關心在南投新一鄉 巴通關古道發生了山難 七人組成的登山團 原本打算趁廉價來攻頂御山 沒有想到其中有一個人 卻摔到300公尺深的西谷死亡 根據了解 死者是45歲的黃姓團員 他在出發大約兩個小時 有團員發現這名黃姓男子脫隊 懷疑他在巴通關古道 雲龍瀑布路段墜骨 報警求助之後 救難人員在300公尺深的西谷 發現了這名黃姓男子的身影 但是因為地勢險峻 以垂降的方式到西谷救人 不過黃姓男子已經投入破裂 明顯死亡 詳細的事發原因 還在調查釐清當中